字幕提供 大家晚安 还有那个线上的大德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这本书 我们今天是在 进入到38月 那 我们3月28日 就读完了 那么回头来 看看 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的分别 我们回头看 这就是众生 无边无量的烦恼 你有慢慢在清静 依据你清静的程度 依据你清静的程度 你会 视线 会在哪一个 哪一去里面 就是这个去 哪一道 所以你 二月做得多 就落入 三二道 如果三月做得多 就是往上升 所以那个都是众生 那些烦恼 烦恼清静的 程度 你越清静 那就 越往 上升 大升方面去 升华 那我们今天 今天来读这一篇 就是世是怎么产生的 照道理讲这一篇 是要放在后面才读的 但是因为 我们就是以禅修为主 所以把这一篇 把它列入在 初学的内容里面 这个世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世是怎么产生的 大概归列为四样 第一个就是不觉知 外境 是自心之所显现 需要分别 所有的一些外境啊 都是我们自心的那种 需要分别 所显现的 这是 这是一个 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无始以来啊 为色之妄想 所迷惑 跟讯息 那个色 这个地方的色啊 这个地方的色不是 不单指那个 不单指那个 你眼根所了的这些色境 所有的一切万法 统称为色 这个地方的色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世的自性 即在于思良跟了别 就是 那个什么 就是在于 希望分别 他的 他的本能 就是这样子 好 第四个啊 世喜乐见诸色相 这边啊 这边就说 这边啊 他这个世啊 就是被这个万法 被这个万法 所迷惑 兴许 再反过来啊 他就是怎么样 他说 乐见 珠色相 好 乐见 就是 乐见珠色相 都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就是 你那个珠根所了 了 了尽之后啊 他就会去怎么样 所以读到这边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哦 是这个东西哦 就是 就是 这四个 四个原因 把它 大概给它归类起来 大概就是四个原因 就是不知外境 都是自心所显现 我希望分别 第二个就是 无始以来 唯一切万法 那些社之妄想 所迷惑跟讯息 那他的特性呢 就是在于怎么样 十良跟了白 另外就是 喜乐见诸色相 那 这样大家看看 那这个是啊 这个是啊 我们 我们说那个是啊 你珠根了境之后啊 比如我眼根 看到的颜色啊 就光看到颜色嘛 你怎么会知道说 你怎么会知道说 这是 那个什么 黑色 这是黄色 这是白色 你怎么会知道 就是因为有这个的存在嘛 你听到的声音啊 听到一个很 悦耳的声音 另外一个是很刺耳的声音啊 为什么你会感觉刺耳 或是悦耳 那个就是因为有它的存在 因为有它的存在 所以要知道 这个是啊 那我们再来 再来 好好的去把它 那个什么 思量一下 假设 假设 这个啊 这四 刚才讲的 这四个东西啊 这四样原因啊 慢慢的 这四样原因啊 因为需要分别嘛 一个是 迷惑嘛 另外一个就是 它会思量了别嘛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 怎么讲 这 乐见诸相啊 假设 这四个动作啊 假设这四个动作啊 它慢慢不会有这四个动作 这个是会变成怎样 假设它这个四个动作 假设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不会了 不会有这四个动作啊 这个是会变成什么东西 一念情境 对啊 就是这个 就慢慢慢慢 这四个原因啊 慢慢慢慢的清静的时候啊 它会变成怎样 对啊 可以讲啊 这过来呢 如如不动 又是怎样 又是什么现象 这个这个东西啊 像中间这个时候 又会变成怎样 就是这个是污走的时候 我们称那是四嘛 不污走的时候 你称那是什么 就是清静 这个是啊 那四样东西 四个原因一直在那边缴获啊 假设它慢慢慢慢慢慢平息下来 慢慢 这个是慢慢比较清静的 对不对 它清静以后称呼它什么 自信嘛 它清静以后变成自信嘛 我们上次讲说 那个 我们那颗八四啊 我们说八四是个造业者 这八四是造业者 假设你这个八四啊 这八四田里慢慢清静 八四变成什么 变成自信啊 所以 对这个是啊 所以 记住 这个是 我们在 在认言经啊 学习这个是的时候啊 学习是的时候 就以 以这个 空 记得吗 以这个 空来做比喻啊 读到是的时候 是以空来做比喻 所以 这个是就是一种空 那空是什么 清静以后就是自信 好 这是四 产生的 这个 这个 这四个原因 这四个原因 我们 暂时不要把它想成说 这 产生的原因 我们这个是一个归类 因为这个是啊 因为它不断的 不断的在那边虚妄分别嘛 所以是把它归类出说 众生 众生之所以会 一直不断的造业 不断的轮回啊 我们探讨出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探讨出来之后啊 还发现说 原来这个东西 它就是 归类出来有那 那四个 四个现象 才造成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才造成众生啊 不断的在造业跟 轮回 就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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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